选举新闻后来轻松一下欣赏美景 在入秋气温缓缓变冷的时节里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的山毛菊叶 已经逐渐转变成片片金黄 吸引许多爱好者慕名前来 感受浓浓秋意和黄金逆境 预计可以维持到11月上旬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台湾三毛菊步道 是一条景观、生态丰富 设施也相当多远的步道 全场约3.85公里 来回约7.7公里 因为拥有广达1100公顷的 台湾最大面积的山毛菊原始林而得名 前段的路线沿着以前的运送木材的轨道兴建 一路平坦好走 而步道后段则是较为崎岖的山路 末段则是可以登上林线 步道两侧满是金黄色叶子的台湾山毛菊 领馆处表示山毛菊又称为台湾水清岗 属于冰河时期的决移植物 分布在海拔1600公尺到1800公尺之间 树高可达20公尺以上 而且多生长在林线 因为节食率偏低 种子不易发芽 为台湾珍稀的植物 而山毛菊同时也是跨腹绿小灰碟的主要食草 也显示山毛菊的珍贵以及保育的重要性 在入秋气温缓缓变冷的时节里 山毛菊叶已经逐渐转变成片片金黄 黄色的山毛菊叶摇曳空中与飘落步道地面 视野所集结是一片金黄 华丽的景致加上短暂的赏夜期 吸引许多爱好者慕名前来 罗东领馆处表示 今年山毛菊的黄叶经过评估 应可维持到11月的上旬 但还是可能因为大雨或是强风影响而提早掉落 有意探访迷人了台湾山林里的黄金秘境游客 得要把握时间 另外也提醒游客规划行程时 要随时注意游乐区以及交通的相关资讯 来趟安全且深度的生态旅游 宜兰新闻记者时事明采访报导